车祸意外现场首先来关心 苗栗县通校镇一名70岁的徐姓男子 28号深夜返家途中 居然骑上了国道3号北上路段 而且还转入西湖休息区时 疑似失控自撞护栏 重伤昏迷不醒 警方进一步抽血检测 还发现他的酒册值高达1.0 不排除又是酒驾酿货 遭房救护人员赶抵国道事故地点 一辆机车横倒在通往西湖休息区的扎道上 一名男子则是倒卧在路中央 已经昏迷不醒经送医急救 伤势严重转送台中医院急救 看到就人闯在地上 闯在地上 有呼吸 偶尔会动一下 这起事故发生在28号深夜 10点多70岁的徐姓男子 骑乘机车返家的途中 疑似从通宵交流到误闯国道 3号北上路段准备转入西湖休息站时 失控自撞护栏 连人带车倒地不起 在通宵就看到他了 然后就跟着他怕他危险 然后跟上来他就自己骑车撞到然后摔倒 这名大货车驾驶就怕机车骑事发生危险 还一路尾随 没想到在转入扎道就发生自撞事故 学姓男子被送到医院经抽血检测 救测值高达1.0 不排除是酒醉驾车走错路而尿坡 记者张欣杰苗栗采访报道